《茶余饭后》 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诸多的艰难险阻 而她目前要战胜的是肺腺癌 难度之大 超乎想象 资深媒体人陈文茜 近年身体状况亮红灯 2022年休克三次 多次从鬼门关前救回 2023年2月8日 她突发烧到38.9度 全身发抖 无法进食 2022年2月9日凌晨 陈文茜发文报平安 透露体温降至36.9度 推测这次生病的原因 应是脑干旁掌管 调节温度的夏氏秋 被免疫攻击到失去功能 陈文茜2月9日在脸书报平安 并威威道来生病的过程 指出星期二深夜开始不舒服 胃痛到吃胃溃疡的药皆无效 连续吃二包胃乳 而且冷到全身发抖 白天苏醒后 陈文茜仍感不适 因此取消录音行程 难得睡午觉休息 周三清晨五点醒来 陈文茜头痛又发烧 想下床 一只手却撑不起来 直到六点半才获得管家帮助 一量体温经绝已烧到38.9度 下午护理师到家中 陈文茜才知道台中这两天 温差很大 推测这次生病的原因 应该是免疫攻击我的脑部 在脑干旁掌管调节温度的夏氏秋 她受伤得很严重 失去了功能 当时她做了快筛 PCR排除确诊的可能性 又打了八小时的点滴 直到夜晚才慢慢退烧至36.9度 陈文茜分享生病自救的二种方法 戴上我爱露西的玉帽 愈大愈好 除了保护头 不被空调或室内空气交换器吹风影响 也增加快乐喜气 把空调或室内交换器 再靠近床位部分 这一块桌布 她盼望回台北后身体可以好转 我不求健康 只求别太疼痛 干扰我骑马的工作 陈文茜2019年2月验出肺部肿瘤 隔月即在台大医院切除肿瘤 治疗肺腺癌 近年饱受病痛折磨 而在一月底 她透露曾在短时间三度休克 幸好都有旁人能替她施打急救针 才得续命 她还自曝目前不适合食用太辣的食物 也自己找到方式入口 自语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病人 陈文茜在脸书发文 以一篇我可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病人 分享病况 她的罕见疾病 没有治愈的方法 只能等待奇迹 现代医学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除非免疫停止攻击我的脑部 我多么希望她是一个花心的人 不要再纠缠我的脑袋了 她的日子只能在活不好 或是休克猝死中选择 陈文茜说 她打开自体免疫系统攻击器官医学信息 对象若是脑下垂体 下是秋 肾上限 答案可都是 不能停药 否则猝死 或者平均寿命可能不超过两年 这些资料翻来翻去 都是一个死字 陈文茜还说 病膜攻击脑部 接下来和其相关功能一一丧失 她查阅医学资料 这类疾病 初期 中期皆无明显症状 往往接近尾声发展之九成 人快昏倒 或是休克 才会查出疾病 她自曝一年又三个月之前 我连续短时间内休克三次 都是靠着旁人 为我施打肾上腺素活下来 她还提到 过年期间 好友带来名店的重庆水煮牛 不过口味相当重 它的胃不适合食用太辣的食物 但她说 我快要变成是全世界最幸运 也最聪明的病人 这怎么可以难倒我 她用了日本受洗烧酱料 蛋黄当沾酱 少辣 却仍有余味 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病人 她望着明月称许自己说道 尽管我的脑袋有一部分 已经坏掉了 2022年五月底 陈文倩曾因血压 180还血尿 血氧浓度不足85 难受地说 我尖叫 告诉助理 我想走了 七月又因带状性泡疹 夜不成眠 最后痛到哭出来 日前她也透露 怕活不了几年 以把遗嘱公正处理好 而陈文倩当时在往 皮尤夏厨照感慨地说 我的晚餐 对于别人 这是一件小事 对于我好像宫顶一座山 她说病了整整四年 过去这一年半 她写了遗嘱 托姑小狗 为自己安装氧气温室 准备把传统的安宁病房 打造成史上最美丽的温室 氧气病房 在朋友 医生协助支持下 我虽然还在服药 但居然复活了 陈文倩感恩表示 尽管疾病还在 但血压已经不是动辄160 顶多天气大变时 升至138 因台北变天 她避难至台中故乡 我不是一个会躺在床上 接受自己病奄奄的人 除非血管破裂 于是从每天浇玫瑰花 走上屋顶芭蕾标准操 剪枝花园多余的枝叶 我慢慢地进步 陈文倩给了自己一个大考验 我已经超过半年没有煮饭 纯粹体力不足 最后一次是馒头住院时 我几乎用尽了力气 全身大汗 为她做一大份营养餐 之后躺在床上三小时 才恢复平静 心跳没有超过120下分钟 但今晚 我好似僵尸复活 台中湿度只有不到40的环境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能量 于是为自己煮了一个火锅 牛肉夹出来 给小朋友分食 煎一下少油 陈文倩透露生病后 因为身上没有许多 维持生命的维生素 只靠吃药补充 一天到晚上 大约从各种药物到 不同维他命 甲 每一天 大概服用25克左右 但我的手 有时候仍然会和帕金森病人一样 一直抖 陈文倩 2022年12月份还透露 前段时间装上人工血管 但因为他体质异常 导致伤口不断肾血 连续四天不断更换胶布 创下振兴医院的记录 自嘲是 其人其事 陈文倩 陈文倩坦言近来身体状况不佳 宛如七风苦雨 他透露先前在左手装上人工血管 但因为体质异常 导致伤口不断肾血 百分之九十的衬衫 长裤 洋装 都无法再穿 我的左手不能抬 睡觉不能压 才一个礼拜 已经淤血一片 他的双手双脚更是肿胀到 看不见血管 热爱生活的陈文倩 虽然左手不方便 但还有右手可以使用 单手整理起家中的温室花园 单手园艺 当然中间忘了 我是左撇子 拿起一个盆栽 手痛才惊绝 但是来不及了 血又流肾出来 圣诞节将至 陈文倩也在家里装上圣诞灯 还买了一双圣诞鞋应景 即使身体不适 但她仍相当享受生活 任何状况都不要亏待自己 六十五岁金嗓歌后 蔡琴是陈文倩的好朋友 2022年9月 魁为三年重返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场 向来妙语如珠的她 左突隔空开枪 名嘴好友陈文游 我不像陈文倩不承认自己是老女人 我就是老女人 我不只要当老女人 还要当国际巨星 陈文倩公开两人的好交情 过去长相约听音乐会或聚餐 透露蔡琴这次开唱前生的怪病 包括对于歌手而言非常严重的耳鸣或是晕眩 有一次电话中 她哭了 原因不是因为身体不适 而是她担心 万一自己的演唱会不能如期举行 团队成员会没有收入 陈文倩称 蔡琴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更是温暖又贴心朋友 蔡琴知道陈文倩近期卧病在家 特别到她家帮她按摩 还当起陈文倩的歌唱老师电话约枕 帮陈文倩线上上课 陈文倩表示 我目前心肺功能不足 血氧浓度太低比较辛苦的时候 需要自己练习声乐 扩充肺活量 她常常电话约枕 先在手机中贴留血氨的歌 康定情歌 月光曲轻平调 然后教我如何收音 偷气 长达三小时 此外 虽然知道陈文倩身体不适 无法到场看演唱会 却仍留了两张票 给常载她回家的陈文倩助理马小姐 让陈文倩感动不已 而在2023年1月份 陈文倩发文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 或许 每个人都该在生前 为自己设计葬身之地 文中提到 一个人如果可以生前 为自己设计葬身之地 树葬也好 海流也好 她将学会微笑着 看着自己有一天 离开这场生命的饗宴 四口我自己亲自设计的喷泉 两个圆形 是外公外婆 两个玫瑰花时刻 一个是我一生 已经往生的所有毛小孩 另一个是未来的你 她似乎对着未来的自己诉说 这是我给最亲爱的你 不是最美的女郎 不是最慈悲的你 但却是我一生伴侣最后的礼物 你曾经是我的躯体 陪着我睡 陪着我辛苦地走过疾病 未曾抛弃我 克服一次又一次 数不清困难的工作任务 当我沮丧时 你暗暗地躲在我的心里 当我过度晕眩于虚华世界时 夜你叫我安静 文中也表示 为此我要捣住 并且为你设计一方安息之地 或许你的骨灰 还有我的名字 都不会万古长青 这个世间本来所有的事物 生命 哪怕白骨 都会消失 如今 因为你 他及我的外公 正安静地和我一起躺在一旁 还有陪伴我一生的毛小孩 这是我自17岁断裂的人生 有了欢聚 断了遗憾 画为圆满 四口我自己亲自设计的喷泉 两个圆形 是外公外婆 两个玫瑰花时刻 一个是我一生 已经往生的所有毛小孩 另一个是未来的你 我还活着 你将是我未来留下的一部分 我已经为你住好了 你新家的模样 被外界认为是为将来做打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